哈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宋怡欢迎呢各位来到我们的宋怡同学会 宋怡同学会这个节目经常会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 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士很有代表性的人士来为大家做一些分享 可是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宋怡同学会已经好久都没有邀请到来宾了 今天这位呢就在我旁边的这位型男校长 非常的这个特别因为他远从美国而来 而在台湾的时间好短嘛我们好荣幸有这个机会 可以邀请到副校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所以今天就特别我们又开了直播宋怡同学会在这边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就先请副校长给大家问好再来介绍您 主持人与各位朋友大家好 谢谢这个副校长亲切的声音 因为呢副校长其实就是在台湾做过很多重要的工作 后来有到美国去发展等一下会慢慢的跟大家介绍 那副校长的资历呢因为这么长啊 刚才还想到说好像有一些漏血的啊没有关系啊 我们就不一一介绍等一下访问中的游团到我们就自然的介绍 不过我介绍一下副校长他的现实是在美国的德州 德州健康科学大学的副校长 今天非常的开心尤其是疫情的这两年多来了 事实上大家的健康如何透过科学的方式让我们能够维持健康 或者是更健康都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我先想请教副校长是因为刚提到说您在台湾有很长的时间 而且我看到您还做过很多重要的工作 有教职啊 也有在这个商业企业界好像都有啊 那后来又到美国去发展 可不可以来谈一谈这段机缘 您从教育界或者是不同的领域 后来到美国去发展的这个过程跟他这个转折的重点是什么 好的 好的 首先我是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在建国中学任教 那在建国中学任教的时候呢 我又觉得本身啊好像学习的这个专业呢 还不够 那时候就有这个想法想到美国去伸胀 所以呢有这个动机 在一个这个申请到这个美国的学校的时候呢 那我又断然辞掉工作啊 往美国啊 去念书啊 花车啊 是是那您真的是非常的有这种冲锋陷阵的总 其实是一种开创的精神 因为我们讲到移民啊都是要有开创的精神 因为会离开一个原来很熟悉 甚至于发挥了不错的一个领域 然后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做这个发展 那可是呢您刚刚说您是师范大学毕业的 又是从事教职 可是我看到您现在所服务的这所学校 好像是医疗方面的 是跟健康跟科学有关 那您又是怎么样走入医疗这个领域的呢 我到了美国大学的时候 本来是想念教育 那后来呢一个火轮机会呢 去学的这个 它的科技的名字叫做 促进人类健康与体能表现 所以就在纽奥梁 周立大学啊 取得这个授时协微 好像很久 现在讲起来好像是很近的一个事情 但是刚才在前面跟你这个先谈一下 好像感觉您是不是去美国时间已经很久了 有30年了 1987年去了 1987年 那时候我已经讲大全人了 有35年了 所以在当时您就说 因为我刚刚为什么问说多久 因为您刚刚讲到这个科系 您是不是再讲一次 您刚刚说您当时念的这个科系 科系的名称叫做促进人体健康及体能表现 及体能表现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台湾到后来有一些学校 确实也都设这些跟休闲健康有关的一些科系 对所以我就在想说 在35 大概35年前左右 您就已经在美国学习到这个专业了 那因此也就是让您走入医疗这个专业的领域 是不是慢慢就往这里面去做发展 应该是不是医疗应该讲讲是健康 其实健康是最积极面的 医疗上次我有跟一个医生做访问 他也是讲一般人都是平常不重视健康 到底身体有问题才去做一些医疗上面的处理 其实那是已经是消极面了 我们应该是更积极的在自己的健康维护 还有您刚刚提到体能 我们体能的增进 这个部分就更为重要 所以可以说是很前端的 很积极性的在维护到平日的这个健康 对那既然您投入这个领域 那现在又在学校里面担任副校长 是不是这个领域也其实也创造了您的一些兴趣啊 还有您觉得有不错的一个发挥空间啊 是去美国了以后啊 当然就是为了这个生活 所以呢做了很多的这个行业 但是总是呢有一个这个情节 以前学过这个啦 那现在也是大概要办退休的状态 这么年轻就办退休了 不行哦你要一直为社会大众为台湾为美国各方面来服务啊 尤其在教育方面 所以呢总是有这个情节 所以一个偶然的机会呢 又回回到这个领域来 那是想说啊把这个这个大健康这一块呢 看看能不能与大家共享 那大家身体健康如同那个主持人讲的 你等到生病的时候稍微有点too late 就是太晚了 所以呢在还没有发生之前你去预防 所以现在这个医学啊也很注重这个预防 预防医学 对没错没错 那是总比你生病了以后啊 全身啊再痛的时候再去医来得好 对对没错 所以后来您可能发觉说 其实教育哦是帮助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跟领域 那其实健康保健也是对吧 所以后来您也就对这个领域就产生了兴趣 而且就是一直的投入 那我觉得您的这个经验跟例子 其实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是很大的一个鼓舞 应该大家也很想知道 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视野哦 是会越来越广 因为您看就算以一般媒体来说 以前我们媒体大概都看在地的多 现在透过我们的手机 透过网路 那可以说是各地的讯息全部都看得到 也许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也想要到国外发展 那甚至有一些是 我想到美国发展 那刚好您现在就是在美国有一个 很长时间的居住的一个时间点 甚至于有一个职业创业在那边 那如果是年轻人也想要将来有机会 能够去有更多的发挥的空间跟机会 您会建议年轻人 在他们现在还年轻的时候 预先培养哪一些的能力 跟他的视野这个方面 是不是给我们年轻人一些建议 是 我在美国已经待了35年 所以呢 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 包括这个教育啊 有点了解 所以啊 跟各位这个朋友啊 来分享 我想啊大概是做两个部分 是 如果呢 你想要到国外去求学 或是留在那边 大概啊就是两个 第一个你要考量 你出去你念的这个专业 是不是美国欠缺的 哦 专业是不是欠缺 对啊 因为这有点像是一种供需的问题 对不对 他欠缺 然后你又有这个专业 那么能够提供当地服务的机会 就比较多了 对就比较容易 留下来工作 因为你在美国没有生活的话 你是不能工作的 除非呢 你是打算就是去那边 学的东西 就要回国来服务 这个的话呢 可能啊就是说 你在国内的时候 就已经锁定了国内 你要做哪个专业 对啊 你就可以回来 那如果说没有 你是想到美国去创业 你可能啊 就要先评估 看看美国是哪一些的专业 比较能留下来 如果专业不对的话 这个留下来机会不大的话 你等于是时间上 是有点浪费 然后美国呢 你如果没有拿到这个公卡 你是没办法在那边工作的 所以可能要 之前要做一些这个调查 对应该要做一些调查调研 做一些功课来了解 其实您讲的 我觉得不只是到美国去发展 就算是想返回台湾的话 可能也要了解到台湾这整个的市场上面 所需的人力的缺口 可能在什么地方 然后自己才去在这个方面多做努力 那么如果想要留在美国 那当然更是了 因为那跟我们过去的文化 或者成长背景不太一样的地方 你想要留下来 人家愿意雇用你 甚至于长期留下来 可能更要了解到当地的市场上面的需求 对 您讲的第一个是要了解到这个 是不是这个专业领域是适合留下来 那么年轻人在其他的充实的部分 还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加强的呢 那因为到了美国 就是这个等于是异乡 那美国呢 他的沟通的语言就是英文 所以第一关 你就必须把这个英文加强 去了以后 你才能融入他的社会 这个语言的加强 包括就是说 他生活习惯上的这个用的这个礼语 不是就是这个英文上的这个官方 对 一般人没有这样讲 因为我们以前学的 尤其是我们那一代在学的时候 哇好像都是课本上 一些知识化的一些文法跟对话 所以像您讲的是说 当地人习惯的生活用语 这个一定要学会 对 这样对你往后留在那边的发展 因为所有东西的发展 除了你的专业以外 就是人际关系 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要培养自己有个开阔的胸怀 对不对 然后限于交朋友 因为到当地应该很陌生 要去教 就是要跟当地人融入的话 一定这个能够交到好朋友 能够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努力 是蛮重要的 对 对 对 这个副校长这样给我们一些提醒的年轻人 可以多加的这个努力 那我另外还想了解 那您刚刚说我们要了解到市场上需要什么 那就您的观察 因为像您来说 您是学过教育的 学过商的 那么还有对这个医疗 我们讲医疗健康 甚至于我知道 贵校你也可以先要不然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德州健康与科学大学里面最夯的 最这个受大家欢迎或市场上最需求的一些专业领域的人才的科系大概是什么呢 我们学校有一个科系是美国现在很欠缺的很需要的人才的一个科系 什么呢 叫做中医针灸 中医针灸 真的耶 现在其实我们台湾民众我们也很多人我们长期要调养啊 对不对 看中医啊针灸啊都蛮多人参与的 而且会越来越会想要去了解到这个部分的这些技术会对我们有帮助的地方 你说美国也是哦 是他是从1993年开始正式承认这个中医针灸在美国 那现在这个市场非常的大 是 那2018年呢 这个有美国的中医院及参议院通过了以后送到川普总统的手上 所以川普在2018年签署了 就是说医疗保险一定要要付这个涵盖吗涵盖到对就涵盖到这个中医针灸 哦所以也可以给付也是正式的一种医疗的一种做法了 对对对对 是的 哦所以这个一下子呢 美国啊有四亿多人口 是 那中医师呢 占这个西医的比例啊 就是等于是100比3 所以非常非常的欠缺 哦 要找这个针灸针灸师职业的地方啊 是 还不太容易找 哦 您刚说那个100比3是中西医的比例吗 对中西医的比例 哦 但是您觉得这个比例太小了 太小了 您观察那个比例应该到什么样的一个水位上面是比较合适的 现在呢美国啊他承认啊这个中医呢 就是跟西医呢 它是一个互补 嗯 一个替代 就是说你西医不好的话呢 中医呢啊可以可以来替换 是啊 可以也可以有时候可以辅助的对不对 对对 所以我们预估呢 就是说西医有100位的话呢 是 我们不抢它的市场 我们就说 我们不要120 对 我们大概啊就是抓个大概20% 20% 哦100比20 哦100比20 不用到120啦 只要100比20就可以了 那现在目前啊就有100比3 3% 哇塞 那个缺口蛮大的哦 对缺口蛮大的 17哦 17哦 所以这种人才啊是非常欠缺的 欠缺 他在这个17%里面呢 要培养 培养出来 达到这个20%的话呢 你看我们这个3%啊 是 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医啊 是 政府承认的这个历史已经走了30几年了 哦 才培养43% 是 所以后面的这个17%呢 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是的 真的 所以还是非常非常的欠缺 很需要人才哦 尤其是需要年轻的人来投入 是是是 不过像您讲的 像这个川普所签署的这个法案 自己只有四年的时间嘛 对不对 就是医疗上面有给付到中医医疗这个部分 也只有四年 所以其实应该是 还真的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正要往上 就是这个中医在美国扮演的这个医疗的重要性 应该也都是在逐步的提升哦 跟大家说明一下 中医呢 它其实啊 它是从了立法了以后呢 现在的这个注信非常地发达 所以呢 美国人啊 当地的人啊 他接受这个中医的程度非常地高 但是啊 美国人啊 他们有一个习惯 他们就是 每个人就是买保险 因为美国的这个医疗会啊 非常地昂贵 所以他们买了保险 保险的话呢 他要去看这个中医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 保险公司啊 不支持 就是说不不复位 你要去看 你要自己掏钱 所以呢 有的人为了这个经济的情况啊 就啊 就看中医啊 就比较少 对啊 那现在2018年 他这个川普签署了以后 这个等于是前面的开放 是 那前面开放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4亿多人口都可以开 哦 整个 整个美国有4亿多人口 全面性的这个开放 对 对 那你现在 整个美国呢 才 才大概 这个医生的比例 才占3% 所以呢 很多州都非常的欠缺 欠缺这个中医师 是是是 您说很多州都非常的欠缺 您可以大概举例 或者说什么样的范围吗 或者是全面都很欠缺 OK 那这个是 人啊 一般都是这样 那这个中医师呢 他拿到了这个执照以后要开业 联系会人口的比例这些是有关的 比较稠密的地方 可能资源多 就像台湾我们早期是师范大学毕业的 那时候呢还是有工会 所以我们就风发 那当然啊 大家首选啊 就热闹的城市啊 是 比较方便 从台北新北啊 都会去开始选这样 那比较乡下的就没人去 那没人去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就有一个新的政策 鼓励 就是说你去那边的话 你工作几年啊 这个薪水会高啊 我了解 有些特别的偏乡啊 比较偏远的地方的一些补贴吧 这总是必要的 所以就有这个诱因 所以有人才会去 那现在美国不是 对啊 任期发展的话 对不对 那就只好慢慢慢慢的去补足 这一些需求上面的缺口 不过您提到这个中医扮演的医疗角色 其实在台湾 我现在也听到很多的状况 其实好多西医也去学中医 对不对 都成为一种整合性 融合性的一些医疗 这样我想是对有需求的民众 其实是更好的一种方式 跟主持人啊 那个介绍一下解释一下 就是说刚才你有讲就是说 我们这个是年轻人这样 当然我们今天是把这个信息 告诉希望多的年轻人来 但是你现在又说 很多人啊对这个中医有兴趣 包括就是学以后要换跑道 也学中医啊之类的 就是有经验的人了 你是要告诉我说有年龄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学期 八月份有一位 有一位也是这样 67岁 哇塞 我跟你讲我现在觉得我充满希望 对不对 67岁 去学吗 对入学 那时候我还担心他签证过不了 是啊 他是从台湾过去啊 对 所以我也不敢跟他讲 他要申请的话 当然因为我们上面有点 没有年龄限制 但是你国际协商的话呢 都有一个那个签证的这个问题 对啊也要看这个海关那边 是不是能够认同 对 我就怕他签证过不去 移民局那边看怎么样 有没有通过 结果他很顺利 顺利通过了 对 所以您现在那边八月之后 收了一位67岁的学生 对没错 他呢 真的是对这个中医 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非常非常的认真 很喜欢 他在台湾啊也是高学历的 也是高学历的 您这样子讲到 让我觉得说 这可能会让我们这个 不管什么年龄啦 年轻的中年的 甚至有一点年长的人 都觉得其实人的一生 就是要朝自己的梦想 前进 也许有的人学医 或者他原来不学医 可是他一直有这个梦想 学中医或者帮助别人 好像现在都有机会 您是不是也认同 就是说如果有兴趣的人 其实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 尝试申请 因为我想啊就是有人工作了一辈子退休了 那现在的人啊 退休的年龄 的时候身体状况都非常好 非常好的话呢 他可能就在寻找 怎么来 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 就是预防医学 就提早来照顾身体 不要等到生病 所以他无形式中呢 就会走到这一个保健这一块啦 这个中医 一些调理 身体的调理 那这种东西呢 是这样 你越了解的话 你就好像是一直钻进去 他是无止境的 对 所以有的人好有兴趣就是这样 研究了之后 他就更有兴趣 更深入了解 那很可惜啊 就是说 台湾啊 在这个中医类 是非常的强 但是他的门槛啊 很高 所以你这个学校 不容易进去 对 然后呢 这个推广 当然啊 可能是外面啊 都有人在教这个 但是呢 他是想说 学的一个整套的 就是跟学校一样的 这个他没地方学 是是 所以他找到我们学校了 他非常地高兴 就是真的是整套 完了以后呢 要考美国的执照 哦 这样子啊 哇 真的是这个圆梦充满了机会 那这样我想要请教一下校长 因为今天我们本来是想说 这个学习呢 对不起 这也是哦 我们自己有刻板印象 觉得要讲学习 讲求学 好像都想到年轻人 当然没有错 哦 他们是非常需要的 但是其实现在是一个 终身学习的时代 我们也很重视终身学习 那你也刚刚也讲了 哎 我们的学校里面 也是这么开阔的胸襟 在接受各个领域 各个年龄层的人 那如果啦 现在大家不管什么年龄层的人 有兴趣 想要了解 一些中医学习的 一些方式 也想要了解 我们德州健康与科学 大学 里面的一些招生呢 或者一些专业的讯息的话 我们应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了解 我们这个下面好像不方便打出来 就麻烦校长来告诉我们 那我在大概几个渠道 一个呢 就是上我们学校的官网 官网 学校官网 是 那官网我们要不要把一些关键字 让大家比较好搜寻一下 是是是是我们学校啊就是英文啊德州健康与科学大学的那个 英文缩写的啊对所以呢就是打上了thsu.edu就可以了浏览到我们学校的信息 整个信息好的 那要是说忘记的话呢可能啊你也可以啊从Google去搜索这个美国中医 美国中医 我们就用中文搜寻美国中医这样是不是 这样也应该就可以跑出就可以搜寻到了对 哎哟影响力好大只要是美国中医就会查到我们德州健康与科学大学了 会不会查到陈校长的名字啊 不会可能你会你会查到一个我们学校非常骄傲的 哦是是是什么什么事情 我们曾经啊得得到美国总统颁发的最最高等教育服务奖 最高等教育服务奖对啊因为你们是一所很专业的大学 然后是由美国总统颁发的 哎呦这个是获得很高的荣誉跟肯定 总统是谁总统是谁那时候的 那时候的总统是欧巴马 欧巴马总统帅帅帅 哦那恭喜恭喜 所以您说查这个资料的话 如果查美国中医查到贵校的相关讯息 会查到这个荣誉就对了 这个会查到我们学校一些非常骄傲的一些信息 哦OK也涵盖了这个被总统颁奖的这一个区块 对那我就再重复一下刚才校长所说的 如果用我们学校英文名称的缩写来查这个网址的话呢 是四个英文字母是 THSU然后点EDU 因为我们是学校嘛 那但是如果方便一点 要用中文来查就打美国中医就可以查得到了 对 好好好 很谢谢校长告诉我们 那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呢 我们也差不多快要接近尾声 就是重点的跟校长做一个访问跟做一个介绍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讯息的话 就可以查美国中医哦 或者是THSU.edu 我有背对吗 对了 我都背起来了 各位你应该背得起来 好的我们可以来查查看 那最后还有两分钟的节目时间 校长是不是还有什么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呀 这个大家如果对中医有兴趣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往美国发展非常好的这个一个途径 第一个他本身啊 美国当地人学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非常的吃力 所以你就没有竞争力 对 就减少 这个可能有一个文化的一个小小的落差隔阂还是有的 但是就我们来说来学习的话应该相对是比较容易便利的 那另外啊就是说收入非常的可观 收入非常的可观 好谢谢 对我想可观就是稳定啊 我想大家也是希望学习了之后未来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那如果还有不错的收入 那真的是非常的恭喜非常的好了 一般我们毕业的校友 是 都是开两家以上 哦 是 因为这个呢 他你要有了执照以后 你才能职业 哦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保护 是 所以执照的取得呢 里面的人本身就很少了 哦 是 对啊 所以呢 那刚才我们有介绍 就是说美国呢 他是很欠缺这个中医的人才 所以你有这个执照 你就可以开两家 哦 甚至于开三家 哦 是 那当然收入就可观了 哦 我了解了 不是说稳定而已 哦 所以就是我们有几个步骤啦 第一个是进来学习 然后取得执照 然后之后其实也因为美国现在在中医上面的医疗需求也大了 所以在这个开业的部分 对不对 至少两家以上可以来进行这个开业 甚至于行有余力 还可以开业更多家 服务更多人 没错 哦 所以这还真的是大家能够去圆医疗梦 圆出国梦 对不对 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点 是 好的 那今天非常的谢谢哦 谢谢我们陈文辉校长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也很开心哦 听众观众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的宋怡同学会 那希望陈校长我知道很快要回美国了 很快再来哦 哦这个今天开始哦 是 返国之后哦 不用这个隔离哦 只要这个遵守 对对对 遵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相关规定就可以了哦 那也希望校长长长长长回来 也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医疗生活健康的讯息哦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您接受访问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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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